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席幫我們講一下 最近鄭月強要找東國銀行們來聊天 要組金融國家隊實際的作為是甚麼 金融國家隊 在公股行庫這個部分 事實上已經是一個現在進行事 現在是政委 廣政委那邊 已經每天在下午的時候 會有一個紓困平台 那這紓困平台本身除了本會之外 還有財政部 經濟部部長 他跟廣政委一起 然後另外還有銀行工會 那也就是每天針對這一個相關的這些 紓困貸款的進度的執行狀況 還有一些銀行工會他們提出來 希望這個 各部會因為都有提出一些紓困措施 那麼他們的一些相關議題 然後同時他們在這個紓困平台 上面有做成任何的決議之後 他們再帶回銀行工會 那再做成理事會的決議 再通行 或者不需要做成理事會決議 或者需要做成理事會決議 那不管如何都通行各銀行來辦理 那公股行庫的部分 那當然因為財政不是公股行庫的管理機關 所以進一步透過公股行庫 大家再來協調 比如說包括這一次央行降息一馬 那對於房貸 自用住宅的房貸 在一千萬元以內 再降一馬 變成兩馬 還有個人貸款的部分 降三馬 這個部分也都是透過 相關的這些機制 然後跟公股行庫做個協商 這樣子 你說相關哪一些的進度 你說哪一些 金融業者這一塊 因為民營的部分 公股行庫的部分的協商 就是有財政部主責 那我們會參與嗎 那民營的部分 有我們會在跟民營行庫做個討論 那相關這些公股行庫 已經配合的事項 我們在跟民營行庫做個溝通 看他們相關的意願是如何 比如說舉個例子 央行最近兩千億的 這一個 這個等於是一個定向融通的一個機制 那麼他提供一個比較低的資金成本 就是百分之零點二五 給這個銀行 銀行再融通給這個 再受信給這個專好企業 那 因此利率可以拉到只有一趴嗎 一趴 那這個我想對專好企業非常有吸引力 那就這一塊的這個部分我們也找民營行庫來 那民營行庫也表示他們也都非常樂於配合這樣子 那現在有提供的疫情嗎 那這邊儘管會這邊會不會建議一些 像是受險業者跟保向付近的支撐實體經濟 你剛剛看到的這一題 對這一題 我還沒有收到 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看到報紙說 受險的工會有提出有關這個不動產的收益率的 投資金不動產的收益率的 那我想等到收到之後 我們會盡快來研議 好不好 因為他大概主要大概就提到說 我們有一個固定的收益率的要求嘛 那現在希望能夠降 那降了以後他再轉額去降 給陳租的這一個客戶 那我想這個部分 相關他們的一個建議的細節 我瞭解一下 那我們會盡快的來研議 看看是不是有一個佔行措施 我們會來討論好不好 市場波動大 不是代表這個自營投資部位 就很難論嘛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今天 看起來好像自營投資部位 在未實現的這個損益上面有影響 可是過幾天又漲了 我想不過我們會密切關注 主要是最近的經濟的手續會的收入 大家都不錯嘛 也就是說因為這樣日均成交量都蠻高的 足比交易實施之後 本來當然是有一些擔心 不過看起來整個狀況還不錯 因為第一天一千五百億在集中市場 第二天一千五百億以後 昨天已經到一千八百億了 所以我想都比二月份的日均成交量還要高 我想主比交易便沒有去商到這個日均成交量 那經濟的手續會收入應該還不錯啦 那投資的部分我們再給密切關注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